记者时事影台北报道 小丑女马格罗比最近上艾伦秀宣传新片老娘叫谭雅 分享去年结婚度蜜月时巧遇艾伦以及欧巴马的糗事 老公在健身房直接下体健光 被这位前美国总统看光光超级尴尬 马格去年结婚时正直拍摄老娘叫谭雅期间 所以不能立即度蜜月 之后他和老公汤姆艾克利去到大西的展开蜜月之旅 人机罕至笑称过了四天原始人生活 最后几天到豪华酒店 因为下雨两人只好改到酒店健身房运动 马他形容汤姆穿上非常非常短的运动短裤 而且开口很大也没有内衬 几乎可直视下体 他说当场对老公说 你不能穿这个一栋啥都看光了 但汤姆表示这么偏僻的地方会碰见谁 结果一到健身房就发现艾伦和他妻子在跑步机上 艾伦更为两人介绍旁边运动的人 正是欧巴马 之后两人非常羞耻的展开伸展 汤姆只好四处遮挡 他做动作的时候 艾伦和欧巴马只好都不停的挡眼睛 大喊oh my god 最后汤姆拿了一块毛巾遮住裆布保持单装但表情透露出让我死了吧 这是最糟的一天 欧巴马仍旧客气的告诉马格 你是极具天赋的演员 让马格受宠若惊 节目最后艾伦最后送了两条长运动裤给他老公 笑翻全场 而马格的新作老娘叫谭亚 既在多伦多影展夺下观众票选奖后 声势一路狂涨 本届金球奖再夺最佳女配角 在澳洲奥斯卡也拿下最佳女主角 最佳女配角 被看好直冲奥斯卡 电影1月26日在台上映 马格罗比以老娘叫谭亚入围金球影后 性感出席典礼 还月提供马格罗比回忆当时老公秀大雕 艾伦又笑说不敢直视 翻设自YouTube 艾伦又搞笑送上运动裤 以免尴尬再次发声 翻设自YouTube 艾伦秀访问片段